潮州是中国广东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 位于广东东南沿海地区东陵南海西陵汕头市 北街街阳市南界汕尾市 潮州市下辖潮安区 饶平县香桥区朝阳区潮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五个行政区 总面积约5179平方公里 人口约4500万 潮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 潮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是广东省内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 在唐宋时期 潮州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 潮州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海洋资源和商业贸易 拥有丰富的渔业和手工艺品生产 潮州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物 其中最著名的是潮州古城 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 被誉为东方小威尼斯 古城内有许多古老的建筑 如潮州城楼八号桥东门等 展示了潮州的历史和文化 此外潮州还拥有许多古庙和古宅 如陆元宿馆 李公祠 黄飞鸿纪念馆等 这些建筑保存完好 是研究潮州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潮州的传统工艺也非常有名 如潮州木雕 潮州瓷器 潮州刺绣等 潮州木雕是潮州的代表性工艺品之一 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而闻名于世 潮州瓷器则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色彩 而受到广大收藏家的喜爱 潮州刺绣则是潮州女性的传统手工艺 以其细腻的刺绣和独特的图案而闻名于世 除了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 潮州还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 潮州位于南海沿岸拥有长达数十公里的海岸线 有许多美丽的海滩和海洋公园 其中最著名的是潮州滩是一个广阔的沙滩 是潮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此外潮州还有许多山水景点 如潮阳丹峡山 饶平石门山等 这些景点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 独特的地质景观而吸引了许多游客 总的来说 潮州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城市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 游客可以在潮州古城欣赏古老的建筑和文物 品味潮州的传统美食 购买潮州的特色手工艺品 同时游客还可以在潮州的海滩 和山水景点中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潮州是一个值得一游的旅游目的地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潮州体验其独特的魅力